他说依据生物学观念 哪一类生物的细胞具有中心力 那这么多东西当中 动物有中心力 因为动物需要形成边毛跟蟹毛 对吧 那为什么其他不是答案呢 我跟他讲其他并不是没有 而不是 并不是全部都有 像细菌 有部分细菌有边毛 他就必须要中心力 有部分细菌不会运动 没有边毛 这是要部分有部分没有 同样的 植物呢 低等植物有中心力 形成边毛 高等植物没有 所以也是部分有部分没有 所以都给犯对 所有生物也是部分生物有 部分生物没有 所以只有什么选项 是全部的成员都有中心力 动物咯 动物都有中心力 所以答案11是最佳答案 这是阅读测试的第一题